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菜鸟会喜欢打香蕉 欢迎转发今天游戏视频 上次替导的蔡婆娘向银匠购买了100辆的M1A主战党客 在送往替导的途中被我们拦截了 银匠护送的军舰也被我们全部消灭 蔡婆娘发现购买的坦克没了 连夜向银匠进行求援 银匠知道此消息后费楼气炸了 出售了坦克钱还有一部分没有拿到 现在坦克还被扣押了 随机连夜派出了三个航母编队准备从我花手里拿回被扣押的100辆M1A2主战坦克 三个航母编队在接近剃倒的时候开始分散编队固置阵型 一个航母编队准备直接开进剃倒跟我花领土中间的海峡 另外一个航母编队会在剃倒的另外一侧海域巡逻 还一个航母编队会继续在东海游异 银匠持续想通过多换位的布阵恐吓我花 让我们交出扣押的坦克 我方先前早已看见到银匠三个航母编队的动向 只是想看他想耍什么花招 竟然敢恐吓我们 而且航母还开进了剃倒海峡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随机在昨天20辆火箭炮的基础上 我方这次从基地调取了30辆的火箭炮 部署到了海边 我觉得菜头娘昨天一定没有告诉银匠 我们的火箭炮可以直接打到剃倒 随机我方总共50辆的火箭炮 对着已经进入剃倒海峡的银匠航母开始骑射火箭了 50辆的火箭炮总共会发射800枚的火箭炮 火箭炮一般是拿来打固定目标的 但是数量多不该报为大 只要稍微打一些提前量 航母这种移动的慢速靶子一样要爆了它 同时 奥基布里的快递公司也没有闲着 瞄准剃倒外侧海域上的另外一艘银匠航母 就开始骑射缓剑弹造导弹 跟火箭炮一起配合 将剃倒附近两艘航母一锅弹 或者让他们有缓击的机会 此时100枚的缓箭弹道导弹发射完毕 开始爬升高度 而在公海的那艘航母暂且换过它 但只要它敢踏入 我们不介意再冲它100枚缓箭弹道导弹 此时火箭炮发射了800枚火箭弹 开始接近剃倒海峡的鹰匠航母 瞬间整个航母编队就被火箭炮的火力给覆盖了 虽然鹰匠航母有努力的进行拦截 但是800枚的火箭弹是什么概念 不是它想拦截就能拦截的 最后踢倒海峡里的鹰匠航母 在800枚火箭弹的饱和攻击下 全军覆没 但是火箭炮的威力还是有限的 只是把航母打爆毁了 并没有击沉 同时按级快递公司发射的缓箭弹道导弹 也接近了踢倒外车的鹰匠航母编队 直接从踢倒的上空挥了过去 鹰匠航母编队一直在努力的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但是面对这种从天而降的饱和攻击 再多的努力都是白会的 大不如直接靠近海里逃生来的直接一些 小后未被拦截的缓箭导弹 开始陆续命中目标 瞬间鹰匠航母编队火光四起 之后踢倒外车的鹰匠航母编队也全军覆没 缓箭到达反而为力满多了 航母也没能挺住 跟着驱逐舰护卫舰们一起沉入了大海 鹰匠航在中海的航母发现 击花了两个航母编队 瞬间就没了 而且又收到我方的警告 随即立刻放弃任务丢下蔡婆娘 调爪方向就开溜了 在没了鹰匠航母的威胁后 我方开始起回四架的坚石6 准备把替倒的空虚设备炸毁 以及爱作的环空导弹的环空雷达给清除了 并警告蔡婆娘下次准备活作她 坚石6到了发射距离后 就开始发射缓箭导弹 在发射导弹前 已经通知对方注意避浪 如果有拦截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就是访核冲击 最后在没有任何拦截的情况下 轻松的打掉了替倒的通讯设施 以及爱国的航空导弹的雷达 蔡婆娘的心理再一次受到了重撞 恒指火荒的四艘零无二星去手剑 也成功把已经被我们用火箭炮卡 瘫痪的鹰匠航母压送回了我方港口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评论 点赞 转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吃起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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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